7月1日是中英聯合聲明 保障香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的第23個年頭 中共強制推行的香港國安法也開始實施 雖然七一大遊行事先收到警方反對通知書 但當天仍有眾多港人自發走上街頭抗議惡法 反對中共剝奪香港人的基本權利 媒體普遍報導有300多人被抓 9人被控違反國安法 中共在香港新設立的駐港國安公署 是一個獨立於香港政府及司法系統的中共執法機構 其經辦的案件由大陸司法系統審理 實質上就是送中處理 同時 其第38條的規定 更是將中共管轄權擴張到全世界 蓬佩奧表示將繼續落實制裁 包括結束美國給予香港的特殊貿易待遇 對於美國核實會祭出金融制裁 蓬佩奧重申了川普總統的立場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 蓬佩奧重申請 好 好 好